在这样的窄楼掉头 既然还有人 是把我们的这个车辆尽量贴着右边 然后往左打死这样掉 这样掉头不仅慢 而且特别的危险 新的朋友 掉头最怕的是不是就是车头 因为我们车头的位置 我们看不真 很多人把车辆尽量的往右贴 以后沿地打满方向盘 把车头这样开到对面 然后再这样退 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判断不好 车头的位置 那么我们这样掉头 特别的危险 那么今天车哥教给大家一个 正切的掉头方法 能完美的避开我们的这个车头盲区 让你做到掉头又快又准 我们在这样的窄路 咱们可以看 这能通过两辆车 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车 开往对向车道 只要让我们的这个A柱 夹脚扫着挡门的这个道路走 此时我们的车身 和旁边的车间是大以多少 大以七十 只要我们的车身和旁边的车间大以七十 然后我们沿地打满方向盘 往后到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用担心 我们的这个车轮 会掉下咱们的这个马路牙子的 对不对 我们不用考虑车头的位置 我们只要盯着我们后车轮的位置 不知道后车轮的位置 只要像车哥一样 装了咱们的这个道车小眼镜 我们是不是能清晰的看到我们后车轮的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后轮做到极限 然后我们左面我们又往左达四方向盘前进的时候 前进时不会拍到车头的位置 我们有没有教过大家 是不是只要方向盘对去了这个安全点 和我们的前面马路牙子重合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前轮 已经压到咱们的这一个障碍物了 那么前面到了极限以后 我们再往右打四方向盘 往后退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看我们的这个 小眼镜的地方 判断我们的后车轮位置 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在小眼镜中能清晰的看到后车轮的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往左打四方向盘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能一把轻松出来 我们打了几次方向盘 我们在这样的窄路掉头 我们就打了四次方向盘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特别的轻松 新的朋友只要记住这个方法来 比你们用传统的掉头方式快很多 这一段时间能保护了 这一段时间 车转型 转型 转型 转型